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 其实中国队和叙利亚比赛开打之前 中国队就已经进入到了12强了 是因为澳大利亚把约旦赢了 中国凭借赛前的积分和竞胜球优势 就直接进入到12强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 那么球员知不知道呢 我个人认为球员是不知道的 至少是上半场首发的球员 是不知道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澳大利亚是1比0赢的越弹 而进球的时间点是77分钟左右 澳大利亚的开球时间是北京时间的零点 这样按时间推算来看 当时的首发球员应该在热身 而热身回来之后呢 回到更衣室 教练还要讲一讲细节和对方的首发情况 而球员们估计这时候也不能 也不可能让看手机 所以我估计上半场至少是首发球员是不知道我们已经提前出现了的 但你说教练组知不知道呢 教练组应该是知道的 不然国足收集信息的职员就太实质了 所以你看 上半场虽然说是40分钟左右才进的第一个球 但上半场踢得非常好 整个就把叙利亚给压制住了 而中场休息以后 下半场一上来就让对方记一个 具体那个丢球啊 是谁应该负主要责任 咱们一会儿再说 单说被进的这一个球 是不是有注意力不集中 心理上放松了才导致的这个丢球呢 我认为有 为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队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知道了澳大利亚那边的结果 所以心理上就有一些放松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话题 为什么上下半场表现的不一样 当然 下半场一上来表现的不是很好啊 有我之前说的这个原因 但很大的原因是下半场我们改变打法了 我们把阵型收回来 开始打叙利亚的反击了 我们知道 能进入到12强的球队 没有弱队 就在当时能知道的几个已经出现的球队 比如说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等等这些球队 我们踢谁都没有把握 而且根本就不是拼不拼的事 就我提的这几只球队 咱们说实话 能拼赢谁啊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现在我们国内的防控情况 我们在12强赛之前 很难找到热身赛对手 那么就不如把这个下半场 模拟成12强赛的对手 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 而且还打进了一个球 这个时候正好演练防守反击的阵型和打法 因为毕竟在12强赛的赛场上 速度上来说 我们多少还是有点优势 那个时候有 吴磊 有小摩托菲南多 阿兰 韦诗豪 这些球员的速度都不慢 到了12强赛上 我们是要打防守反击 还真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 再说说第三个话题 这个丢球谁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球 蒋光泰有责任 张林鹏有责任 包括教练也有责任 首先 蒋光泰这个球不应该传给张林鹏 我们踢野球的都知道 不把握的球 最把握的方式就是把球踢出界 张林鹏应该也没想到 蒋光泰能把球传给他 估计更没想到 后面能上来一个对方的球员 你看他当时还看了守门员一眼 有可能还以为这个门将能出来拿球 结果被对方球员断掉 打了一个倒三角 教练的责任 我觉得是这两个中卫没有磨合好 没有默契 没有呼应 我不知道蒋光泰和张林鹏 用什么语言交流啊 但如果那个时候能互相呼喊一下 可能就不会有这个丢球 总之呢 这场球下半场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咱们不能因为四连胜打进12强了 就认为国足这回行了 到了12强赛 才是真正接受考验的事 好了 这期咱们就先聊到这 下期咱们聊聊国家队各个队员的话题 聊一聊规划了的 和没规划的球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